位在文湖縣的車廂裡面 兩旁卻是一個座位都沒有 只留下了前面跟後面八個博愛座 為了要解決內湖的交通問題 貝捷也寄出新措施 民眾剛走進車廂就嚇了一跳 因為看起來和平常不一樣 沒有座位啊 我以為是你們要拍片或幹嘛的吧 我想說在幹嘛 空蕩蕩的毫不習慣 為了改善內湖交通 北捷在出招 文湖縣馬特拉車型 原本加上兩側座椅寬度 通道只有43公分 拆除座椅後寬達218公分 原先行李架加單側座椅通道 就剩96公分 拆除後剩下扶手的地方有130公分 除了第一節第四節車廂 只在第二節和第三節車廂實施 保留八個博愛座 拆除中間區域12個座椅和行李架 還增加車廂頂部16組手拉環 每列車載客數增加20名 目前已經完成三列車改裝 參考了新加坡紐約的一個地鐵 我們這一次首先嘗試的去做了三列車的一個空間改善 為了解決內湖通勤噩夢 北捷多次祭出文湖縣疏導措施 早在今年1月改裝龐巴迪車型 拆除座椅和部分行李架 最尖峰時段每小時能增加約1000人的載客數 今年2月18號更實施 尖峰單向最密80秒班距時段延長 今年6月20正式宣布 三列車馬特拉車型要拆座椅 外界也質疑改裝三列車 每列增加20人 治標不治本 未來會不會再縮短班距或增加改裝車 我自己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差 可是有時候真的有點少 有小孩子的話 因為班距80秒 已經是它的一個設計的一個上限 半年後我們來評估 然後看旅客的一個意見 不只是座椅 連雨傘也有心智 北間預計在110個車站 推出共享傘 預計8月上路 每小時租借費19元 單日上限39元 不讓民眾淋雨進出 多項辨明措施逐步跟進 成效還要等待時間檢驗